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路易 现在我来到了巴尔地摩 因为我要在这里探访一位 在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的女生 徐静 不知道她一个人在美国的博士生活 是怎样的呢 赶快跟着我一起去看看 这里是美国马里兰州 巴尔地摩市的一处城区住宅 敲过门后大门打开 出现了徐静亮丽的身影 嗨徐静 你好你好 今天穿得非常的漂亮 她引着我们上楼 进入她目前在美国 专属于她私人的小天地 一个分租的房间里面 这边是我的卧室 这边是一个衣橱 还挺大的 还有个灯 对 然后这边是一个独立卫生间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三房住宅 徐静和其他两位室友一起租了下来 徐静的房间不算大 但陈设温馨雅致 徐静还特别从国内带回了贴纸 装饰房间内的墙壁 谈吐优雅 外形秀丽的徐静 今年24岁 在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她的专业很特别 是研究老年学与健康政策 这个专业现在就是刚刚开始兴起 美国一共有七所大学 有这个专业的博士项目 但是像巴尔蒂摩这个项目 它是一个综合项目 就是各个学科都有 就是流行病 生物 心理学 社会学 之后我就觉得比较符合 我这种 我喜欢 不只学一种东西 除了念书之外 徐静每个星期 要为学校工作20个小时 来赚取生活费 每年工资有两万美元 它是学费免学费 然后相当于这两万块钱 是你的生活费 够用吗 我觉得够用是够用 但是还是很平安的 就是假如你是想出去旅游啊 什么的 你还是要计划一下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 还没有念博士之前 徐静先到了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念硕士 当第一次亲眼见到美国时 产生了不小的震撼 当时是到北卡的一个 相当于 我们翻译过来叫绿城 它是一个 不是很大的那种城市 没有公交车 所有的都必须靠私家车 然后大片大片的那种森林里面 挖出来几个地方 有小房子 就这种非常乡村的一种景象 然后当时下了飞机 是非常震撼 没有买车的徐静 与很多其他单身女留学生一样 双脚及公交车 是平时主要的交通工具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这句话对于 在美国单身又不开车的人 尤其重要 生活上你没有车 实在是太困难了 对 我一直没有买车 但是比较幸运的就是 我一直遇到了一些非常好的人 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当我们正聊着 在美国朋友之间 互相扶持的同时 也在马里兰大学读书的朋友 陈琛打电话来 说他煮了锅粥 特地为一位生病的朋友 补补身子 徐静也被邀请一起去贺州 于是走近美国的工作人员 也不客气地成了不速之客 跟去瞧瞧 请进 谢谢 那你 好像突然检查卫生 一天二十分钟给我打电话 然后这边也不要拍 这边也不要拍 OK 这我们客厅 然后可以在这边做 比较简陋 给拍一下这个饭 饭吧 是吧 来日子的饭请不要期待太多 来快能吃吃下去就好 大厨啊 说一下介绍一下背景 今天我们这位李天侠一简 我们就一简 刚收了大病过来 然后昨天给我们诉苦 然后我就说那过来吧 今天我给他炖一些 补补身子的汤 然后今天就去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没有做过第一次做汤 然后今天你尝一下 如果好吃的话下次再吃 不好吃的话下次你给我做 好吧 没下次 风趣的晨晨还透露了她这位单身留学男人 必备的食谱和法宝 这个东西 Google 宅男的必备就是Google 还有一个是什么 宅男女神 这里 宅男女神 老干妈 老干妈同学 基本上留学生就全靠这个过日子了 尤其是中国男留学生 在没有家俊的情况下 只能靠这个来过日子了 好吧 其实我们留学生的生活是很酷的 粥煮好了 几位好朋友就围着桌子吃了起来 虽然是一个清冷的异国他乡的夜晚 但是大家的心是热的 而这股热力也转化成单身美飘男女生活中的动力 问问徐静喜欢目前的生活状态吗 他这么回答 就总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放心 但是你总是又觉得因为你年轻啊 就应该去经历一些这些事情 等到你年长了 想要再有这种经历 或者是时间 或者是你就这种信心和勇气 可能就会很难 所以就 就还挺矛盾的 一方面你在自己鞭策着 你自己往前走 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过程 其实非常痛苦 但是痛苦中呢 又有一点点快乐 徐静说他对目前生活最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爱情方面 那位真命天子至今 吃味出现 同样清冷的夜晚 就在徐静 与朋友们喝粥的同时 来自北京的赵立安 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 下班回家 他在暗夜中 举举独行的背影 说着另一个美票的故事 赵立安在来美国之前 在中国就已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那么他又为什么选择放弃中国的一切来到美国呢 现在我就来到了他工作的地方 美国国家卫生院 看看他的不一样的美票生活 赵立安目前是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生物学家 十年前出国之时 他已经是国内的眼科主治医师 我也没想出国 就是在国内当医生 但是呢 突然的话 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有个机会 能够去德国 因为我是国内的硕士 那么在国内要发展 你没有博士学位 将来进步发展可能会受限制 我们眼科主任实际上 但是希望我能够在德国另外一个教授呢 学到一个手术在中国还没怎么开展的 回国以后的话呢 把中国这个空白填补了 那么我在国内就是一个名医 但是赵立安当时对临床医学 没有太大的兴趣 于是自己联系了美国的宾州州立大学 录取后来到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 那一年他才30岁 我到美国遇到的所有这些个老板 都是对我很好的 所以说也比较顺利 因为比较顺利呢 所以说就可能不像我的其他同学 都考了心心执照 都到临床医生了 我觉得日子过得很舒服 也就没有那么特别努力去去 反而倒不太不见得很好 经过十年的努力 已进入不惑之年的赵立安 工作稳定 目前在美国购置了两幢房产 一处自用另一处投资 之所以还被归类于美票一族的原因 是因为至今尚未成家 我这个人有个缺点 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一见到一个女孩子 我现在问自己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会不会真的喜欢她 并且要喜欢一辈子 如果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才开始去了解和追她 但这样的话不好 人家你不了解她 你不追她的话 你怎么知道你会喜欢她一辈子 在美国日常生活简单的赵立安 不会言对于成家有一定的压力 父母亲甚至给她定下了找女朋友的实现 她说如果当初没有出国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如果说从这个 如果挣钱多少是会对比高地生活的舒适程度的话 那肯定还是在国内好 因为如果按照我当时的眼科主任的安排的话 那我现在就是国内的一个名医 而且找女朋友也不存在问题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还是不应该出来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的话 开阔一下眼界 因为人生的话呢 也是需要通过这一生的话 对生活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 不过赵立安并没有后悔来到美国 他喜欢美国的科研环境 以及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人都我觉得都挺好的 就是不会有些什么 阴谋轨迹啊 或者有些什么想法 就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你觉得跟美国人相处简单些 还是跟中国人相处简单 跟中国相处相对要想的事情要多一些 今天为您介绍的两位美飘人物 徐静和赵立安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 都因为还没有遇到人生的伴侣 而不能说圆满 走进美国节目 在此祝福他们 早日结束单身生活 我们下次再会